1937年7月 书画篆客名家金石学者楚德仪 在一卷古画后留下了一段拔文 他依据宋代郭若虚所著图画建文志 和清代软圆的十曲随笔相关内容 从画作本身色色人物造型判断 这就是唐代画家周房所作的内人双路图 楚德仪认为此画断费宋人所能学布 定为周房真迹之仅存者 而让楚德仪疑惑的是按软圆的描述 该卷应有人物八人 但画作只有六人 包括左侧有两位台水的婢女 中间下棋者观棋者四人 齿幅为纵30.5厘米 横仅48厘米 他认为必是因为年代久远 画卷丢失了一段 一年后 这幅画作由一位神秘的李先生 带到了纽约 于1938年5月25日 卖给了传奇古董商人 卢秦斋的纽约分号 1939年7月 卢秦斋又将此画转卖给 以收藏中国文物艺术品建成的 弗里尔美术馆 1957年 卢秦斋在瑞士作古 此后又过了三年 卢秦斋的女婿 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的 让皮埃尔杜伯秋 无意中发现了另外两位人物的残卷 他在1960年将画作捐赠给了弗里尔美术馆 经过对颜料捐布的金线术对比 研究人员认为这应是储德仪叙述中丢失的那一段 弗里尔美术馆将两段画作重新装表为一体 这就是如今我们所看见的这卷 《内人双路图》 馆方鉴定为12至13世纪中叶的南宋模本 与台北故宫所藏这卷互为姐妹篇 两卷应是模字同一粉本 相比之下台北故宫版色色浓艳 人物衣裙和家具都增加了繁荣的花纹图案 但人物姿态和表情显得板质 弗里尔版色色淡雅 注重用线造型 体现出了以形写神的境界 更为接近于唐人风格 台北故宫版的尺幅横为115厘米 弗里尔版横为69.1厘米 相比前者构图也更为紧凑 与此前介绍的《簪花侍女图》 《调琴绰明图》中的布局类似 将形态各异的人物分成几组 安排有序 画面一处不多也一处不少 这种经营位置的功夫 也正是周访 对于唐代公笔侍女画的重要贡献 除了宫廷侍女外 周访和张轩一样 也善于画婴儿 并且也有后世模本留存 有关作品且待下回再为您介绍